《中文字幕》 老师们用心教育 被他教出来的学生 我也说 你们要盘点一下 你过去的学生 现在在社会从事什么工作 李美金老师 他小学的学生 他现在已经当医师了 还有另外的一位 他现在当校长 教联会了 那样的灯团灯啊 心连心啊 这爱的心付出了 成就了人间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 聆听正言上人法语来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 我是金霞 节目中我们节学法师和志工们在早会时谈话的段落 那么今天呢 说到志工群里面有 其实有一大群的都是老师们 特别组了一个叫做教联会老师 就是教师联谊会 那这个教师联谊会成立目前至今已经30年了 真的认真算起来的话 其实很多可能老师当初教的学生 现在也或许都已经就成家立业了 也可能就已经有下一代 孩子们也都是要去学校 所以其实说到30年前的师生的关系 一直到现在也可以来问问 现在孩子们的发展成长 现在都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邀约到的是 实际教联会的老师李美金老师 金霞菩萨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教联会现在30年了 然后这一次的研习营也有请毕业后的学生 这一次就请到了两位美金老师的小学学生 来分享 然后上人就说真的就是要像这样子 盘点一下不只是自己的生命 也要好好盘点一下你这些已经毕业的学生 他们现在过得如何 对 我教过18届的孩子 18届就是有18个班级 我们两年一届 其中也有一年一届的 有中间接别的班级 我教35年有中工教了18个班 那通常每届都有学生 都还跟我到现在都还有保持联系 所以在拍完美金的时候 制作人就问老师有没有以前的学生还跟你有缘 我说每一届都有 他们就去联络 所以有拍了那个片尾最后一分钟的快乐敦话 请毕业生对着镜头跟老师说话 所以我比较幸运 上人在说盘点生命 盘点我过去学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哟上人 我实在太有福报了 我的孩子都有跟我联络 他们一届一届成立一个群组 开同学会 用科技 用来 对 现在还有的抱怨说 那快乐敦话为什么没有找我 就是他们的情谊都是很好的 对 包括他们有定期聚会 这样子 那那个这两个孩子 以前没有line的时候 他们都会教师节有时候就打电话说 老师我要到你家来 可以不可以 有时候我们做职系很忙 就说对不起 老师不在家 老师不在家 对对对 有时候同学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会聚会 他们都彼此都还是有群组在一起 所以老师现在去看回去 有联络到这些学生 其实都在社会上面发展的都蛮优秀的 优秀的很多 那基层的也有 然后那个有一班 有一个班级 他们的群组 大学老师总共有七位 然后小学老师有一位 中学也有 然后有一班还特别 做医生的还有五六位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工作 当然各行各业 也有做生意的 对对对 也有做生意的 有一个我们要毕业典礼 我会送给他们的小小的礼物 要写一张卡片祝福他 就说祝福我们 不管你在哪一行哪一页做事 一定要做为社会有益的事情 做好事不能少我一人 做坏事不能多我一人 这是老师对你的期许 还有跟那个不写功课活泼可爱那个 我说老师最害怕最害怕的事情是说 有一天我打开报纸的时候 社会版有某某某做出什么事 那这个名字是我熟悉的名字 那我会觉得我对不起国家社会 拜托你们要做好事表扬在那里 我会以你为荣 老师会记得这每一位学生 对对对对 然后在路上有时候就会有人 美金老师 因为老师都没什么变 除了头发有雪白了一些 那你都没什么变 有会有变 我就这么可爱 我长得很小 他们也容易看我这样子 我觉得我就很有福报 我遇到的学生 是遇到的家长 遇到的同事都很好 包括我们的校长长官都很疼爱我 这样 所以上人开始里面讲的 这两位徐同学 一个中医师 一个是校长 中学校长 他们这两位在小时候 应该也不是你的麻烦学生吧 他们两个都是优秀的学生 他两个都是班长 我以为被印象深刻的 都是那种黑名单 或者是那个调皮学生比较多 做进士与教学之后 就不会有说 这个是黑名单 都会觉得他是活泼可爱型的 或者是这个文件型的 或者是爱读书型的 或者运动专长的 特长分类 所以不会去记他的不好的东西 这样子 这两兄妹的家庭是非常好的 他的爷爷是小学的主任 然后妈妈是老师 爸爸是公务员 他的有四位姑姑 也是都做老师 他等于教育世家 所以他们的孩子 基本上都非常有礼貌 很乖巧 教育教得很好 教育教得很好 然后又当班长 会为别同学服务这样子 不过他们在快乐敦话的时候 这个中医师拿出一本小学的日记簿 说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老师的评语比我的日记内容 写的还要多 其实我们都忘记了 他大概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有细看他的 但那个联络簿里面看不到 但老师都会很认真的在回馈 对 不自觉的写了很多 对 有时候想要跟他讲的话 对 然后他录两集 快乐敦话他一次不够 还录两次 他说 他就在中医诊所后面 他有人的感谢状 他说 我今天有这个成就的话 是因为老师从小就告诉我 做人处事的道理 这个听了会多感动 我们讲过什么话忘记了 但是他都记在心里 而且去做到 他会去对待病人很好 然后真的让人家感觉他是良医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做老师真的太有福报了 然后另外一个妹妹被你喂饭的那一个 他 喂过一次而已 哥哥不吃青菜 常常喂他吃 哥是哥哥 是哥哥 哥哥喂他吃青菜 但是他就一定要吃完 他不吃我就吃完才能出去 后来他当中医师他要劝人家吃青菜 所以他现在说 所以就是风水轮流转 是 所以这个很有趣 他都没有告诉我 他们上台要分享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对 我觉得他们很棒 因为其实他们也很忙 我说方便不方便 抽一天来花莲参加这个盛会 他说 没有问题 老师的是第一优先 听了实在非常感动 是啊 一个中医师 一个是校长 中学校长 所以他们都很欢喜的来参加 我都很感动 所以听到老师很感恩在这个教联会里面 对 然后也认识了教联会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团体跟环境里面 然后像您已经退休了 但是退休 第二十年 今年是第二十年 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对 因为你退休之后也没有真的休息 而是退休之后 反而就也排了更多更多的一些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专业职 就是在那个近视义教学 所以退休之后 我们就有在社区的大爱妈妈 要到班级去说故事 大爱妈妈就不一定是老师 不一定是老师 反而是家长 社区的志工都可以参加 那时候已经有教材 我们教联会老师有编了大爱影行的 近视义教学的教材 有十二册 从小一上下到小六上下 总共是国小的 后来中学的也有编生命教育的教材 幼儿园也有编幼儿园的教材 幼儿园有的很小 从三岁到六岁 那个规则很大 差距很大 你跟他教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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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七个班全部都来 然后其他学校说灯画也要 一家一所一所家就要排班 还有别区的内服区的说 那个幼儿园也要 还有什么区 还跨区演出这样 最多一个月要十五所幼儿园 有时候一天要跑两所幼儿园 还有有的时候老人院也要去 那个安养中心也去 这样子有时候就是很忙 就忙这些 但是他们都是很欢喜 就很多上人讲很多故事 我们就把它编成剧本 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三十几套故事剧本 现在都还有在演 还有在演 对我们十月初就要到 因为疫情有停了三学期 三学期没有演 看看疫情 预定是十月就要开始 所以就很受欢迎 我有一次坐在公车上 要回家 有一个小朋友 一上车就 他比较慢上车 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 大爷妈妈 他是我的大爷妈妈 他们很会演故事给我们听 他会介绍 这样子 而且觉得很光荣 这个是我们的大爷妈妈 这样子 走在路上 常常就有人叫大爷妈妈 就很感受到小孩子的那种 觉得的老师不是那种很 过去的在讲威严尊敬 而是非常亲切 很亲近在生活中的 我们松山的师姐 常常说 有大爷妈妈真好 我们穿着制服 就有人叫我大爷妈妈 还有我们也有去中学 东华国中 民生国中 他们的社团活动 帮他们上 就是词记人文的课 这个教法就要不一样 面对不同年龄层 对 老师们都要做调整 我们就是用生活教育 环保教育 体验 有一些做生命教育 这些故事 像最近这一两年 在进行Pokemo Pokemo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 因为地球暖化实在太快速了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环保教育 但是每一个人能够实际到 环保站体验的不多 所以我们就用 想到小孩子现在都爱玩 线上游戏 线上电竞游戏 然后就想到 跟Pokemo这个公司结合 把我们的环保防灾教育 就是预防灾难的防灾教育 结合在电竞游戏里面做竞赛 真的很特别 因为现在如果听众朋友有听到 也可以自己去上线 去搜寻 其实我们虽然不是学校的学生 没有办法参加竞赛 但是你都可以去玩那个游戏 或者去解答闯关那个游戏 因为那个就是知识 就是游戏中学到知识 那我们目前是设定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 参加比赛 然后全校三名代表呢 参加台北市区县市杯比赛 县市杯就选十位比赛 到全国性的比赛 全国选二十位参加国际赛 大家就可以来关注一下 这是像美景老师也是要更新一下 最近的那个不同的教育形式 对去年开始的 所以我们去年开始 老师的以前也没有说什么玩线上游戏 什么电竞游戏 还是要靠年轻一代反应比较灵活 上网比较快速的年轻一辈的那个老师 和那个志工来协助 也是新的学习 其实新的学习 对老人来说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才不会跟社会断层 跟他们格格不入这样子 老师的心念都很正向 真的就是心不老很重要 然后一直保持着原本的那个出发心 就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想问问老师 或许你也可以给我一些解答 就是其实不管做什么 人总会有累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样累的时候 像刚刚也听你排了那么多课 然后也听你在系数有多少学校 未来可能还要在新的学习 然后旧有的一些 我们都还是要维持 其实是非常的繁重 但是就是心不难事就不难 真的要想说该做的事 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用 很累的时候想时间到要睡就要去休息了 然后突然想到我什么没做 还要爬起来 然后再联系再做 然后做了才睡得早 才会睡得安心 然后早上要早一点起来 我们有做早课要该做的事情做 就是时间安排好 该做的时候就很规律的时候 也就累一下就过去了 就完成好了就睡觉了 或者是突然想到了 趕快记起来 就不会有那种挫折或压力 或需要被安慰 要找寻资源 我们大黑妈妈群有各个人才 就是说我现在 要登记各个学校几个班 要准备物资 有我们人力分配是谁 然后主持人是谁 然后行政是谁 要多都要安排好 就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是大家一起做 我们东外国小有13个班 要填13个表格 要表列 然后几点到 几月几日几点到 有没有打疫苗三剂 还要造册给学校 这些都是很琐事的 但是我比较不会做这个 我就拜托一位 电脑很强的 所以拜托你来统整 要找寻资源 也是很重要 好在 我们的大黑妈妈都非常好 我们教育团队 我们现在都统称教育团队 大黑妈妈 辞少 教练 都合成教育团队 我们的教育团队非常好 都知道老人家 很弱的部分 我们就会赶快来支援 大家就各自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 事情圆满 很清楚的听到老师 就是在面对说很多 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 很繁杂的事情 你都一直在强调说 心不难 事就不难 然后最后也跟我们谈到说 就是这个 当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不会是只有一个人 而是大家 这个团体 大家一起来做 所以说到说 可能在教育的整个生态环境里面 好像会让我们觉得 有的时候会很困难 或是觉得很挫折 或者是越来越难的一个状态 但是又会去感受到说 其实老师们都还是有出发心 都会是想要把孩子们带好的 好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跟听众朋友来邀约到的是 我们慈基教练会的美金老师 来跟我们做分享 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你 感谢金霞菩萨 那有老师啊 屏东 那这台北的吴老师啊 吴秀英 这教练会 心里 脑海都一直呢 想到一个个的身影 老师们啊 过去的好老师 那现在的教练会的三十周年 光是在慈祭里的老师 拿到了全国十多家 有多少人啊 有五十多面的十多家 那就是表现全台湾啊 最好的老师 每一年 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 一共有五十座 四十多家 四十多家 台南金把老师 他呢 带了他的所得的大奖 专程带来让师父看一看 师父把他摸一摸 一摸一摸 这个十多家 今年的 很细腻的 很细腻 很有价值感 师父 这样摸一摸 多么光耀啊 我很欢喜 这都是在教练会里面的老师 用心教义 被他教出来的学生 我也说啊 你们要盘点一下 去看看 现在 你过去的学生 现在在社会 他到底从事什么工作 联系一下 师父请啊 那常请 还要再勉励他 哪怕你是他的小学老师 或者是呢 你是中学他的老师 或者是呢 你是大学教授 同样 都是你的学生 你要跟他们联络一下 知道呢 你教过的学生 现在为人见 你看看 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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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经老师 昨天也来 站在台上这个 也是他小学的学生 他现在已经 当医师了 是中医师 还有另外的一位 他现在当校长 也是他的小学的学生 他们同样 也是呢 在持继里 所以喔 这样 灯船灯啊 心连星啊 这都是他们 曾经啊 就是 教联会了 那样的 灯船灯啊 心连星啊 就是 爱的 心 付出了 成就了 人间 就是 多么 光耀生命 所以我说 盘点生命 生命盘点 我们的一生 有多少 多少 为人间